在当代,能被称为国学大师的就那么几个人,他们德高望重,学识广博,住宿丰富,名称一方,如济献林,钱中书的,但如今依然在世的国学大家,非百岁老人饶宗已莫属, 饶宗已,1917年生,祖籍广东潮州,自古安,柏连,好选堂书法作品常用此名,被誉为学界泰斗科书画大师,他在传统经史研究,考古,宗教等多个学科领域均有丰富著述,享有崇高声望, 我国学术界曾先后将其与钱中书,季献林并列,称之为北钱南饶和北季南饶,2011年12月13日,饶宗已被推选为七零印社第七任社长, 2014年9月,饶宗已获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奖终身成就奖,在学术研究之外,饶宗已以国画科书法而著名, 在书法方面,文从沈梦了解,行家认为饶宗已书法,直根于古文字,《行草书》则融入明末各家豪纵运群, 历说尖采俏口,青州、东新、桓、白纸长,自成艺德,《甄草立传》皆得新应手, 他的作品,从大幅中堂、平条、对联道方寸空间小品、书卷气息洋溢于每件作品之中,是名副其实的文人书法,饶宗已书法作品品位丰富, 包括甲骨、新闻、简薄、南铁北碑体的《甲》、《行》、草个体、不具面目,饶宗已在当代享有较高的声望, 钱中书说的,旷世奇才,纪献民说,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已, 国外同行把他誉为汉学泰斗,东方达分起,国内更称呼他为第一国学大师, 饶宗已书法首纪,体系,立脚帕随流俗转,流心学到古人难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